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语法解说部分 那么第一点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动词当中的敬语动词和谦语动词 所谓敬语动词就是把动词变成尊敬的形式来表示对对方的礼貌 那么谦语动词指的是把动词变成谦虚的方式 也同时可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 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表格的形式 那么这里有几个固定的形式我们可以单独记一下 那么首先在看表格之前呢有两句书上的一个句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这句话当中是课文当中的一个句子 在前文部分提到了马上田中老师呢就要来到上海了 那么这句话的就是来这个词 的一种尊敬的表达形式 第二句 ではホテルへ参りましょう 那么我们去酒店吧 这个参ります 参る 它的mas 形变成参り 然后再加上ましょう表建议 那么咱们去酒店吧 好,那么讲完这两个书上的例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表格的形式为我们来总结了哪些动词 首先第一列当中的动词呢是这个动词的基本形式 那么第二列呢是这个动词的尊敬形式 我们叫做敬语动词形式 第三列呢是它的谦让语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谦语动词形式 我们来看第二个人词 因此它的动作你就一定要用这个尊敬的叫做敬语动词 如果你跟它谈断到你自己的事情时 那么你的动作尽量要用到的是谦语动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单词 いく、去 它的进语动词是 いらっしゃる和おいでになる 以及おこしになる 大家注意看 いる跟いく 还包括待会儿说的来 它们来两种形式上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いる它的进语动词是いらっしゃる いく也是いらっしゃる 那么一句话当中出现いらっしゃる的时候 你要根据前后文去判断 它到底是在还是表示去的意思 那么同样おいでになる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去这个动词的谦让语 也就是谦语动词 有まいる うかがう和あがる 这三个形式 那么这三个形式呢 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进行选择使用 待会儿列表结束之后 我们还会讲到几个具体的例句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くる、来 这个词它的进语词分别有 みえる、おみえになる、いらっしゃる、おいでになる和おこしになる 它的谦语用 まいる、うかがう和あがる 那用的比较多的是 画横线的这个部分 好,那么你看 刚刚我们说这个おいでになる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刚刚说いる和去、いく的时候 它的这个进语动词也可以是おいでになる 那么おいでになる 于说出来就要小心 有三个词的可能性 一个是いる、一个是いく、一个是くる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表 する这个词 它的进语动词是なさる 潜语动词是いたす いう 它的进语动词是おしゃる 潜语动词是もうす 或者申し上げ 申し上げる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是 たべる和飲む 吃、一起喝 那么它的进语动词是 召し上がる 那么它的潜语动词是 いただく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在吃饭之前 有时候喝东西的时候 说いただきます 它除了表寒暄语 同时也是一种 比较谦虚的表达 那么召し上がる的话也是的 比方说 老师要喝这个啤酒 那可以说ビールを召し上がる 那如果说是要吃这个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を召し上がる 但是说自己的时候 你就说たべる和飲む就好了 来,再看下一个表格 見る 它的进语动词是 ご覧になる 您看 以及 我自己已经看过了 配言する 思う 认为觉得 这个词是没有进语动词的 只有潜语动词是 存じる あげる 给予 给予 这个词也是没有进语动词 我们直接说 差し上げる 差し上げる的话是 欠让表示我给您了 这个动作是我做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词 くれる 那么くれる的 进语动词是 くださる 那么它是没有签语的 因为くれる是指的 对方主动给我 那么这个词就注定是 对方做而不是我做 所以くれる 只有 进语动词 くださる 还有包括我们说 对方为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一般会说 でくれる 所以那么它的尊敬语形式就是 で くださる 好,那么这些表格的话 是需要大家死记硬背的 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感到有一些这个难度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 就把它放到句子当中 去记会比较合适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组 もらう、获得 这个词 他没有进语动词 这个列表当中的动词 都是没有进语动词 只有千语动词的 いただく和招待する いただく用的更会多一些些 下一个词 聞、问或者听 尋ねる是咨询的意思 这两个词 他们的千语动词是 うかがう うかがう 以及 うけたまわる 这个词的语音是 うけた うけたまわる うけたまわる 有点长 好,我们来看下一组 たつねる 这个たつねる和这个たつねる 读音是一样的 但是写成这个字的话 是表示咨询 写成坊字是表示造坊 ほうもんする 那么这两个词 他们的千语动词是 うかがう 或者是おじゃまする おじゃまする的话 是这个打扰的意思 うかがう 可以是拜访的意思 所以经常我们说 到宁府上去 拜访一下 我们一般说 おたくに うかがう 好,我们来再看到下一组 あう 见面 他的千语动词是 おめにかかる 见面 某面的意思 している 知道 他的近语动词是有的 ご存知です 千语动词的话 是存知でいる 下一个 みせる 给看 让看 没有近语动词 千语动词是 おめにかか 首先讲 みせる这个词 就是给看 让看的意思 没有近语动词 只有千语动词 おめにかける 最后一个是 わかる 知道 还有 引き受ける 接受 这两个词 没有 这个近语 只有千语动词 是 消知する 或者是 かしこまる 就是我们熟悉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那个词 好 那么 看完这个表格之后 我们来看一些 例句 那么分别 在后面 我已经给大家注明 它是表近语 或者千语的 我们来看第一句 先生は どんなお話をなさいましたか どんな 什么样的 話 是话语 なさいましたか 这个 なさいましたか 就是 原本说 しましたか 但是呢 它改成 なさいました 是为了表示 对老师尊敬 老师刚刚谈了什么 说了什么呢 第二句 かちょーはまた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这句话当中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相当于普通语当中的 いますか 也就是说 那科长现在还在吗 这是表达对科长的尊敬 かちょーはまた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好 第三句 山田先生は 鈴木さんを ご存知ですか 那 山田老师认识林牧マ 那 这个 ご存知ですか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知っていますか 您认识他吗 这个是表达尊敬 知っていますか 好 我们再看到 第四句 私は 佐藤さんに そう申し上げました 这个地方呢 申し上げました 就相当于 言いました 说了 意思是说 主语是我嘛 那么我要把自己的 动词变成千语动词 我呢 已经对佐藤老师说过了 所以这立马就变成千语了 你看到没有 前面三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主语都是谁啊 老师 课长 老师 那么因此呢 这个动词的主动者 是值得尊敬的人的时候 那么他的动词 要变成敬语动词 如果这个主语是自己啊 或者是默认自己 来表示我对这个人 对我值得尊敬的人 做了什么事情 那把自己的动作 把它变成千语动词 那么 言いました 就会变成 申し上げました 好的 那么这只是给大家 举出了几个例子 那么在课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 查阅一下 刚刚那几个单词的使用方式 好 那么看完这四句话之后呢 我们只是在刚刚列表 那么多动词当中呢 三选了四个字 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么 大家记得 一个原则性的字就是 主语是值得尊敬的人 那么他的动作 就要用敬语动词 那主语是自己 对对方做某事 那么对方一定是 自己值得尊敬的上次领导 那么这个时候 就把自己的动作 和动词变成千语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除了敬语和千语动词之外 那么这里还有一些重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敬语动词时 请注意以下几点 那么这里还有三点 第一点 除了像 上明显的语动词 等净语程度较低的词之外 其他的一般不要双重净语 好 我们来首先看一个错误的案例 这是社长在日本买的东西 这句话错词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他有购买的意思 也有追求的意思 那么前面加一个 后面加上一个 就已经表尊敬了 对吧 这是我们在上一篇课文 十三课就讲过的 中间用它的这个连用形 好 那么为什么这里错加哪里呢 就是它把这个 又变成被动形 就变成了 因为动词可以用被动形 来表尊敬 所以你这里又用尊敬 然后这里又用尊敬 这叫双重尊敬 那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要用双重尊敬的 所以这个就错了 那你只要把这个 那就变成 那就可以了 来第一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点的注意事项 比方像 等等这些词 它是用于对下级 或者晚辈等的秘密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没有尊敬形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特别好吃 那这句话当中 它并不是表尊敬 而是直接表示什么呢 对于对方的一种要求 很好吃 那建议你呢 吃吃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句 そんなに嫌なら 嫌是讨厌的意思 なら是假设 如果你那么不喜欢的话 我辞职 那你就不要做了 不干了 辞职 是停止放弃 打对去点留下的やめ 前面加お 后面加なさい 是表示一种客气 不过在这里 大部分是用于一种要求 那么如果那么不愿意 做的话 你就别干了 给对方提出了这个要求 好 除了这两点之外 还有最后的一点 第三点 那么当女性呢 用简体如 いらっしゃる いらっしゃる 是你去吗 或者你来吗 等等 なさる 是你这个事情做不做呢 是 那么她并没有尊敬的意思 而是纯粹的表达 这个女性 说话的时候 听上去显得羔羊一些 好 我们来看到一句 来週の音楽会 どうなさる いらっしゃる 意思是 下一周的音乐会 你有什么想法呢 要不要去吗 好 这个点词的 なさる 就相当于する どうする 你怎么 算的呢 いらっしゃる 就相当于 你去吗 好 我们再第一次 来週の音楽会 どうなさる いらっしゃる 好 那么讲完这么多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 进语动词和谦语动词 能够再把它 用表格的形式 就是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呢 能够把它塑记一下 因为这个方式的话呢 它是固定的 所以可能需要花些时间 那等于说 大家需要 进行死记硬背了 好 那么我们在 第十三个的时候 学过一些 前面加 大国 后面加 になる 的表达 那么那个 适用于大部分动词 那么刚刚表格当中 出现的话 就按照表格当中的 固定形式 来死记硬背 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词 gozaru gozaru这个词的话呢 它是表示一个正中题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ていねご 那gozaru到底是表什么 它又来自于 哪个词呢 首先 正中不住动词 gozaru gozai masu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gozaru 变成 masu形式 是为gozai masu 那么它的语气呢 比desu 要更加的恭敬和客气 原来这个词的意思 就相当于 desu 是试这个词的 一个客气话 同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译句 当日 当天 お客様は 何日頃 お月 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か 意思是 那么客人当天 是什么时候到呢 好 本来应该是说 お月 ですか お月 ですか 何日頃 改成了更加客气的 何日頃 お月 でございましょうか 第二句 はい よろしゅう gozai masu 好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词怎么变来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 名词和形容动词的词干 可以加 でございま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 この あたり あたり 是这个附近 这一带 あたり的汉字 可以写成 这样 このあたりは 買い物には とても不便 でございます 这个附近 买东西的话 是挺不方便的 不便 是形容动词 对不对 刚刚讲的 形容动词 词干 加上 でございます 可以表示 です 的意思 表示 客气 第二 せーた もい せーたは みんな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 このくらいの お値段 でございます このくらい 是这个程度 也就是这个加倍了 もい的话 全都是这个加倍的东西 第三 課長の あおきでございます 是科长 沈穆先生 这个でございます 就是名词嘛 名词直接加でございます 比です 要更加的尊敬 和客气 好 我们刚刚看过了 名词跟形容动词 加でございます 的使用和例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形容词的使用 形容词的话呢 是用它连用型 加でございます 整体来讲 形容词有四个方式 第一个呢 是阿段的形容词 什么叫阿段的形容词 在这里举个例子 早い 这个词 它的前面早的 发音都做 早 再加一个 以 那么它的词干 也就是 や 它是在阿段上的 所以这就是 阿段形容词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种形容 要怎么接ございます呢 要把这个 や 这个阿行 要改成 它所在行的 欧段 那么 や所在的欧段 就是 よ嘛 や よよ嘛 对吗 好 改成よ之后 再加上 う gozaimasu 那就是 よ gozaimasu 那就是 はよう gozaimasu はよう gozaimasu 如果前面再加一个 う的话 就变成早上 我はよう gozaimasu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第二个情况的 一段的 よろしい 那就看这个词 我说了 就看到数第二个 し 是来自于一段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词干最后一个假名改为 you 澳音 好 好 那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し就改成 しゅ 这样就变成了 澳音了 对不对 好 变成澳音之后 再加 う gozaimasu 就变成了 よろしゅ gozaimasu よろしゅ gozaimasu 就相当于是 よろしいです 但是呢 比他更加的客气和礼貌 第三个情况呢 是 あつい 热这个词 あつ 我们来看一下 倒数第二个假名是 つ 这个词 つ来自于哪一段呢 う段 所以这个叫 う段形容词 去掉い加上 う gozaimasu 把い去掉 那就是 あつう gozaimasu あつう gozaimasu 那就跟 あついです 使用 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 ひろい ひろい 这个词 我们来看一下 ひろい 它是 う段的 我们来看一下 ひろ 倒数第二个 らりるれろ 它是第五段 也就是 う段的 那么这个情况 跟刚刚那个一样 去掉い加上 う gozaimasu 所以把这个去掉 就是 ひろい 改成 ひろう gozaimasu ひろう gozaimasu 跟ひろうい 的词是一样 的确 形容词 把它变成 でございます 的形式 其实是非常少的 那么在 实际使用当中 在课文当中 可能出现的频率 不是那么多 那么在日剧当中 出现的频率 相对来说 也有限 所以可能这个 有点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第二 形容词的 联用词 加上 でございます 的具体的例句 来看一下 第一个 先生 おはよう gozaimasu 这个 我 单独的 把它 画出去 我是表尊敬 那 はやい 本来是 はやい 然后把 や改成 よ 再加 う gozaimasu 就变成了 おはよう gozaimasu 好 第二个 やり方はいつもの ようで よろしゅう gozaimasu か 那么 这个 做法 就按往常 一样的 您看可以吗 やり方 是做的方式 相当于 这个 仕方 做法 いつも 是总是 のよう いつものようで 按照 以往的方式 のよう 像什么什么 一样 いつものようで 就是按照 总是 那样 做的方式 可以吗 よろしゅう gozaimasu か 本来是 よろしいですか 好 我们来看到 第三句 朝と晩 は 寒 ございます 这个词 冷 是 寒 如果 寒 的 い 前面 那个音 就是 mu 它是来自于 う段的话 那我们就只要把 い去掉 改成 う じゃ gozaimasu 就可以了 所以变成 寒 gozaimasu 早上和晚上 特别的冷 还是那样 这样的形容词 变成 近语的 机会 并不是特别多 其实也会 形得特别的客套 所以在生活当中的时候 可以 不必 特别 频繁的使用 好 我们来看到 最后一句 この部屋は 広う gozaimasu 这个房间很大 広い 本来是 好 那么 い的前面这个 ろ 它是 欧段的 欧段和 欧段一样 就是把 一句调 改成 う じゃ gozaimasu 这个房间很大 この部屋は 広う gozaimasu 也可以说 広いです 好 讲完之后 我们来继续再看一下 形容词和 gozaimasu 之前 如果 他插入了 提示住词 wa 或 mo 的一种情况 或者 用 gozaimasu 的否定形式 gozaimasu 的时候 形容词 人用 列用形 ku 这种表达形式会比 arimasu 更加的恭敬 到底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第一个情况 かなり 厚くはございますが 的确是非常的热的 go心配はいりません 但是呢 不需担心 中间这个が 是起到轻微转折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かなり 这个词是相当的 厚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形容词和gozaimasu 直接要是插入了 提示住词 wa 或者mo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插入了什么 wa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的 gozaimasu 就相当于是 arimasu 但是gozaimasu 会比 会比这个 arimasu 更加的恭敬 所以这句话的原本 本来应该说 かなり 厚くはありますが 热倒是挺热的 但是就无需担心 所以这句话当中 是指 如果 如果形容词的后面 厚い 变成厚く 后面有一个wa 作为提示住词的话 我们可以用 gozaimasu 来代替 arimasu 更尊敬 更尊敬 再对一次 我们直接说 amakuないです 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今天既然学到了这个gozaimasu 我们就用它表达更加尊敬的方式 好的 那我们这个形容词 连用形加gozaimasu de gozaimasu 就讲到这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点 第三点 gozaimasu 除了表示刚刚那些尊敬的表达之外呢 还可以表示存在动词ある的正宗形式 那就相当于arimasu 可以变成gozaimasu 表达尊敬 比如说 mata jikanka gozaimasu kara 因为还有时间 douzo go yukuri 请您慢一点 这个地方的gozaimasu 就相当于arimasu 第二句 otekami wa kuchira ni gozaimasu 您的信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gozaimasu 也可以换成arimasu 应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好 那记得 除了表示刚刚的名词 还有这个形容动词之外 还包括形容词之外 最后呢 gozaimasu 还可以代替这个aru 表达它的尊敬形式 好 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到第三点 不住动词 いらっしゃる いらっしゃる 首先它是作为です 或者作为である 或者作为でいる的正宗语 です和である 它们两个意思是一样 那です是礼貌题形式 である的话是正宗形式 でいる的话是持续 那 いらっしゃる既然可以表达 这么多词的这个近语形式 所以我们还是得根据前后文 去看一看 首先一般的情况是 体验的话 是加上 で再加 いらっしゃる 就可以相当于です 那么 形容动词的词干也是 加で再加 いらっしゃる 动词是把它变成 提醒 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句 第一句 先生は上海は初めて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这句话当中的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就相当于ですか 刚刚讲过 他相当于です 相当于ですか どちら様ですか 改成 どちら様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第二 お父さんは元気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元気是形容动词 那么这个话当中 一样的形容动词提言 都是把它改成 で再加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这句话当中 也是相当于这个 ですか 好 我们で第一句 お父さんは元気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第三句 ご両親も 那您的父母 一緒に一起 住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是您的父母是住在一起的吗 很显然这句话是动词 住这个点词把它变成提醒 住んで 再加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这句话当中 它是做这个 でいる的尊敬语 那么如果把它改成 普遍形式就是 住んで いますか ご両親も 一緒に住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或者是 一緒に住んでいますか 的一个尊敬语形式 好 所以前面三个的话呢 是相当于做 这个です 的尊敬语 而最后一句的 住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呢 是做这个 でいる的 一个尊敬语形式 好 那么这个补助动词 我们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第四个 させていただく 得到听话人的认可 我呢 就是麻烦您了 很假的意思 那休む 变成十一形 休ませる 再变成 休ませでいただきます 好 来看到第五个 老师您早上那么早 さぞお疲れでしょう 想必一定是累了吧 你看中间用的是简体 お疲れでしょう 这个疲れ的话是有个名词形式 好我们来再看到下一句 もう十日すぎですから すぎ是过了 现在因为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さぞお腹がすいたでしょう 你看すいた是简体 饿了 想必肚子一定是饿了吧 第三句 断る 断る有拒绝的意思 不过还有事先告知的意思 断らずに 叫做在不告知的情况下 字就相当于ない 把ない改成字加上に 叫做不怎么样的 不事先告知的去做后一项事情 旅行に出かけたのだから 因为你是在没有告知大家的情况下 就去旅游了 お母さんはさぞ心配するでしょう 那妈妈一定会想必一定会很担心吧 心配する动词的简体 简体形式的前面加一个さぞ 后面加一个でしょう 表示一种认同同感 想必一定是怎么样吧 再看一句 きたくりですから 因为在北部地区 北国指的是北部地区 さぞさむいでしょう 形容词的简体直接加 想必一定是很冷吧 这个语法比较简单 さぞ加简体加でしょう 表示想必一定是怎么样吧 好 我们来看到第六个语法 にめぐまれる めぐまれる 变成提形就变成了めぐまれて 它的意思是被赋予 好 尤其是讲 这个国家被赋予各种资源 或者这个人被赋予各种才能天分等等 名词加上にめぐまれて 表示受到了恩惠 父有什么 一般指的是一种愧赠 或者一种感恩的心情 那你翻译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那么声音的说 被赋予这样好的天气 非常的开心 你就说天气这么好 非常的舒适 也都亏今天 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所以运动会呢 也能够举行得很顺利 大家都很开心 你看 めぐまれて本来是说 被富裕被馈增 めぐまれていない 没有 那日本这个国家 并在 并没有 在石油上 有什么样的优势 意思是说 日本石油资源 并没有那么的丰富 所以 よく外国から 经常从国外呢 輸入しています 从国外进口 第三句 美しい自然に めぐまれているので 因为被赋予 这么美丽的自然环境 ここは有名な観光地になりました 那么这里呢 就得以成为 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 好 第七 拉行的五段 拉行的五段动词 连用形 加 masē 表示客气和恭敬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 masē 怎么来的 masē 是主动词mas的一种命令形 那么 也就是说 把 す改成 se 就变成了 他的命令形 masē 那 怎么样表示一种 客气和恭敬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masē 它一般是用于什么方面呢 一般是用于商业场合 服务行业 或者是妇女的接待 应酬 或者是一些寒暄 好 我们来表格的形式来看一下 拉行的五段动词 首先五段动词 大家知道 拉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动词全都是 る结尾的 第一个是 なさる 做的意思 变成 なさいmasē くださる 是给我 くださいますē いらっしゃる いらっしゃる的意思非常多 有去 来 或者是在的意思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还表示欢迎光临也可以 おっしゃる 是说 おっしゃいませ めしあがる 是吃或者喝的 一个金语动词 めしあがりますē 好 那么这些动词的话呢 说的简单一点 它就是把最后 把这个词 使用变成masē 变成masē 之后呢 把masē 改成masē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第一句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请您稍微等一下 那么它就是用这个 くださる 变成くださいます 把masu 改成masē 第二个句子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这个讲过了 第二 どうぞ お入りくださいませ 一样的 くださる 变成masu くださいます 再把masu 改成masē 那请进 第三句 この車に お乗りに お乗りなさいませ 第三句 この車に 不分了 不分了